沒有錯 因為這個事情 其實在外面流傳非常久 那柯文哲一直不願意證實 那甚至先剛開始安排他做個董事 事實上大家都知道 內地董事長就是待機權 我覺得待機權最主要的問題 我個人認為倒不是說 因為他原來經營網路公司 或者利益迴避的問題 說實在這家網路公司 也許他幫柯皮去打選戰 是很了不起的 可是他跟悠遊卡的一個 整個的利基跟競爭 是沒有辦法相比的 那我個人來講 就是說對於政府機關 或者我們轉投資的一些事業 如果今天你在這個業界 真的做得非常有名望 大家覺得你真的是一個 專業的人士 我覺得你過來也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你絕對有這個 專業的能力 那我覺得待機權最主要的問題 不是在於說 他真的有這樣的一個 專業能力 說實在 類似像他這樣的 就是所謂的這種 自己創業的這些網路公司 在台灣沒有 沒有陳萬也有上籤 有太多 如果按照他的資格 是太多人可以符合 他這樣的資格 所以我覺得即便他現在 已經辭去他的 他說他原來 他原來的公司 怎麼董事長負責人 那基本上 就算他做了一個所謂 利益迴避動作 但是沒有辦法去轉移 他確實是一個政治酬庸 這個是沒有辦法轉移 你今天待機權到底你靠什麼 而能夠當上優優卡公司的董事長 說實在你現在優卡控股公司的董事長 林向凱 那大家就是說把他兩... 本來是... 資歷拿出來 把他拿出來 那當然這個對我們台北市政府 是多花錢 多花台北市民的納稅人的錢 可是林向凱 他做過高雄市的財政局長 他做過高雄銀行的董事 台大經濟區教授 我覺得在他的專業度上 我不會質疑說 林向凱 你憑什麼當優優卡控股公司董事長 但是戴基權你放在那邊 很多人就說戴基權 你憑什麼當優優卡公司的董事長 我再補充一點 我補充一點 大家講 那人家在問客觀哲的時候 客觀哲說做不好就換掉 這什麼話 我回過來印證像台中市 現在台中市長不是說他的那個 就是最適合居住的九九名 然後現在林佳龍就可以 厚了眼皮說 這個是我們八十幾天的功勞 你知道我們現在優優卡 我們現在優優卡 他所做的事情 我舉例 我們到 我前一陣子到大阪 到大阪 日本大阪 有一家百貨公司 你如果持有優優卡 你有折扣 我都不曉得 說實在 我們當然因為監督到現在 我們不曉得 既然優卡已經打進日本的市場 對 他雖然不能支付 但是你只要拿走我們的優卡 你可以有10%的折扣 對不對 證明是台灣客人 但是他基本上 不得了 就是他這個一定 他到了日本大阪變折扣卡 對 然後呢 我們事實上現在也在做什麼呢 就是對新加坡 或者是日本跟香港的 一個交通的支付 我們希望能夠做連線 跟八達通打電都可以創業 對 這個是我們現在在做的 好 所以有一天 今天要做成功了 那麼代季權也可以臉不紅 氣不閃說 這是因為我當董事長的功勞嗎 我問洪惠是說 因為你知道優優卡這個東西 從無到有 從馬政府到整個好龍斌的政府 老實說今天我們剛剛講的 行動支付也好 或者跟其他的金流的串聯也好 其實現在都已經串出來 優優卡是一家 非常特別的金融公司 因為其他的金融公司 你都會看到各分行 各門事部要請很多人 他沒有 對 你從來不需要直接 去跟優優卡的哪個服務人員打交道 但是你每天都在付錢給他 他是一個很特別的公司 好吧 那這麼重要的公司 代季權當然有兩個質疑 第一個是他憑什麼做 對 那如果有這種質疑的時候 柯文哲過去有個很想亮的口號 婉君的熱烈的拍手 就是有爭議的時候 我選擇 對啊 我們就選擇了 那為什麼這個位置 這麼有爭議 吵了將近兩個月的時間 大家一開始就在質疑說 你該不會用代季權吧 怕他否認 但是之後你用了 那你如果有爭議 你為什麼不像是過去 熱熱鬧鬧的i-voting 讓大家都來表態 一千萬的年薪 我相信爭先恐後吧 對 民政其實我覺得 這就是疑惑點 從去年十二月就開始傳出來說 代季權要爭取 葉歐卡公司董事長 表示這件事情很積極 一定要 而且搶肥缺的人還太多了 以至於擺不平 還弄個兩個董事長 為什麼不i-voting呢 網路上沒有這種聲音嗎 就是因為太重要 所以不宜i-voting吧 我是這麼認為 因為最重要的東西 當然要掌握在自己人的手中 可是我們必須 很延遲的談到一個人 叫做李遠哲 為什麼 因為從李遠哲開始 他講了一句話說 競選的承諾不必兌現 所以柯文哲何必在乎說 我曾經講過競選團隊不入閣呢 因為李遠哲 已經為政治人物大開方便之門 其實我們剛剛列出來的六個人 不是只有這六個人 還有很多 那有一些是什麼新聞聯繫 發布什麼的 非常多 幾乎原來的競選團隊 現在都進入市政府 通通有獎 我可以再講一下 我對代季權的疑慮 還不只是說利益衝突 或者說是他的資歷不夠 其實有一個是說 因為他是在做網軍的 他是 他的技術能力不是很強 但他擅長於把網路上的資訊 攻入 變成軍隊化為選戰的力氣 我直接講了 你知道 什麼意思 我舉個例子 悠遊卡 悠遊卡現在有些已經是實名制 就是他已經 跟比如說學生的悠遊卡 已經是你知道 你這學生所有的資料 都登陸在悠遊卡上面 然後他還有一部分 是跟信用卡公司合作的 聯名卡 所以你個人的資料 已經在上面了 再來 將來代季權已經 所以如果我當 悠遊卡公司董事長 我就會擁有這一些 葛職 還有 五千張卡的名單 五千萬張卡 五千萬張卡的名單 代季權已經放話了 他說 他希望把悠遊卡 跟身分證字號連結 我聽到這個我就開始 我就開始猜拔 因為我在網路上面 是經營滿久的 什麼叫做跟身分證字號連結 因為他很瞬間自然 他就會推出一些說 現在有悠遊卡的人 可不可以你 你如果把你的 把你的個人身分 跟悠遊卡連結 那你可以打九五折 大家就趕快去 就去連結了 然後再跟某一個銀行 可能跟支持清律的 支持柯文哲的銀行 又連結 說如果你來辦聯名卡 又怎麼樣 他的業績 他的個資 是掌握得越來越多 再加上他還可以 他現在已經要跟ETC 可能要連結 跟台中跟高雄連結 然後全台灣的連結 他對你這個人 你什麼時候做悠遊 做捷運 哪一站進去 哪一站出去 你知道大數據 刷一下 我打一打 我就知道你這個人 你平常在哪裡 你害不害怕 我害怕的是 因為代季權有 他有這樣子的 打網站的一個經驗 而且他是以這個擅長 然後將來你還要不要 幫柯文哲打網站 這些東西你會做什麼 因為你不是一個 金融業的一個 中立的金融界的人士 這樣你知道我的邏輯 我最害怕的是這個 而且他一定會這樣做 好 所以清源 我剛剛提到那個後面的 個人資料 其實就比較可怕了 當然四千九百萬張的 優惠卡並不是全部都有 這個個人資料在上面 只有一小部分 就比如說你是信用卡的 聯名卡一定有 一千兩百萬張的 聯名卡是一定有 我現在都是用聯名卡 他還要鼓勵 一千兩百萬張 所以至少有一千兩百萬張 因為如果說是學生 或者是六十五歲以上的 年長者 他們其實也要用實名制 對不對 所以加總起來的話 我想一兩千萬張大概 因為他有小負貨功能 就我要講 我剛剛他特別強調一件事 因為代季權在因應外面的 一個批評的時候 他講了兩件事 他說我本身沒有背景 他說我沒有政商關係 天啊 如果說代季員講這句話的時候 其實柯文哲用他 已經很大有問題了 他說第一個 我本身沒有背景 柯文哲就是你的背景 這不簡單嗎 我沒有政商關係 柯文哲就是你的政的關係 你自己做生意 那個李斯特資訊公司 就是你的商的關係 這種不是政商關係 剛剛我特別講就是說 這裡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李斯特公司 它本身下面有幾個業務 一個業務叫做資訊軟體服務業 一般廣告服務業 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 這三個業總 他要營業的項目 請問你 我今天做優惡卡公司 我相信代季權他來的時候 不會想說我要利益輸送 我在想大概他不至於如此了 可是如果他想做的話 我們優惡卡公司 可不可以包某些業務 給這家公司做這些事情 我覺得他不用在任內 他不希望做這個事 但是這個就是所謂的 有一點利益迴避關係 這是我們一般所批評的 他不用現在做 他如果現在在優惡卡公司 拿到的技術 拿到的資料 拿到的所有的這一些 其實在網路上 最貴的就是這些資料 他拿到了這些 以後離開優惡卡公司 我想那才是最寶貴的資產吧 可是剛剛提到說 為了代季權 設兩個董事長 一年要多花一千多萬是不是 有人就提到了說 你經歷的柯文哲上來之後說 這個也好貴 那個也花好多錢 所以要退報紙 退報紙 審一千萬 剛剛好讓代季權當董事長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